女人想你的时候会给你发着五个字 男人们是不是觉得成天不知道自家女人在想什么 想要什么也不直接和你说 完了还怪你不懂风情 日子越过越平淡 慢慢就觉得自家女人越来越无趣 失去了对你的吸引力 于是你的眼光就慢慢辐射到别的女人身上 男人会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不了解女人 不懂女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或者说是不愿意花心思研究女人的脾气性格 女人的心思难拆吗 其实知道了女人说话套路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第一还不回家吗 等于好想你啊 在你看来女人的一句还不回家吗 是在查岗 其实不过是人家在家里寂寞了 希望你赶紧回家陪她 这是女人对你依赖的表现 当女人一个人在家待了一天之后 哪怕她是在做再有趣的事情 一旦想到你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希望你赶紧回家陪她 你尝试想想看 你的女朋友或者老婆 舒舒服服的看着电视 突然失神 然后拿出手机 一点一点翻看你们以前一起拍过的照片 想给你打电话 发微信 但是想到你还在上班 乖巧的女孩子不能影响老公上班 坐立不安等到下班时间 迫不及待给你发微信 一句交假的 还不回家吗 下面就是一句 人家想你了 想到这里是不是迫不及待的 就想回家了 第二阶段的女人 段位就开始升级了 他们慢慢懂得了撒娇女人最好命的真谛 所以一句娇滴滴的 不能陪陪我吗 送给有对象的男人们 默默地问一句 还招架得住吗 如果你还是无动于衷 那你怕是个直男矮晚期了 其实大多数女孩子是羞于把思念和依赖说出口的 当他们和你说不能陪陪我吗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需要你陪了 这个时候就请你展现展现自己的男友力好吗